欢迎来到杂谈发布会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小米的发布会 首先让我们欢迎Vincent回顾Let Me Note系列 每代亮点 别紧张 PPT出一点状况也是很正常的吧 首先先来说说共同点吧 Note 12 Pro Plus,Note 12 5G和Note 12 都搭载了IR红外遥控,侧边指纹解锁 及微信机的3.5mm耳机接口 IP53的防水,还有5000mAh的大电池 那莫差别呢 Note 12 Pro Plus,后置200Mbps主色 8Mbps超广角,还有2Mbps凑速微距 前置的话有16Mbps 120W快充,6.67英寸 Flo AMOLED,120Hz,1080P中式挖孔直面屏 天机1080处理器 双扬声器,NFC,XO线性马达 白、黑、天空蓝三种配色 Note 12 5G的话,后置48Mbps主色 8Mbps超广角,还有2Mbps的凑速微距 高通骁龙四间万处理器 前置13Mbps的镜头,搭载了33W快充 Note 12 5G的话,搭载的是高通骁龙685处理器 扣置50Mbps的主色 8Mbps超广角,还有2Mbps的凑速微距 前置的话是13Mbps的镜头 还有33W快充 同样都是灰、绿、蓝、三种配色 除了手机,手表必须当然有啊 不然怎么转? 啊,不是 不然怎么让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呢? Redmi Watch 3 有黑和象牙这两种配色 1.75英寸的Emerade屏幕 支持Always On Display 蓝牙手机通话 血氧、心跳、压力和睡眠检测 121种运动检测 还有最高12天的待机 其他的,小米户外摄像头RV300和RV200 小米Smart Camilla C400和C300 还有小米30英寸的曲面电竞屏 我就不多介绍了 说了那么多,总该到价格环节了吧 OMG Redmi Note 12 8加128加马币799 6加128加马币699 再通过活动只要马币659 Redmi Note 12 5G 8加256加马币1099 Redmi Note 12 Pro Plus 8加256加马币1599 在活动期间预购还能获得 马币149 Redmi Smart Band 2 不止如此 原价马币429的Redmi Watch 3 现在也只要马币399 这根本就是SupSupWater啦 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看我整个发布会我只想说 这一次的发布会状况有点多啊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